晚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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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我們講一下泰國退休的事 其實很多朋友都有計劃 去到晚宫 可能進入一個旅居的生活 或者退休的生活 其實住幾長 寫短 是否住一世 智常早 過了去適應先 我想第一件事 就一定是想自己住在哪裏 其實賣屋這麼大 你喜歡住近一點 喜歡住近一點 會開車的就住近一點 不懂開車的就住在BTS旁邊 其實這些是很時尚的 其實賣屋賣女的衣服 實際上都能幫到你 不過我覺得普通我們香港的 可能一對夫妻或一個星圖 過去的女居 我覺得反而最重要 就是可以找到自己在那裏的群體生活 可以融合到那裏的社會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始終覺得 住近BTS 住近市中心 會容易適應 適應 適應之後 再有甚麼想法 下一步再想 其實你說在市中心裏 當然是希望可以住得寬寬一點 在香港都住了櫃店 每個人都想去賣座 最愛住庫頭的 但是賣庫頭又真的升了不少 現在在市中心 租過買的兩行單位 已經算是都不便宜 所以如果你說 騰包跟你說 你是一百公元 但我又要住兩行 你就真的要想想一些 距離市中心大約一半小時左右的 車程 BTS或MRT隔離的一些行業 最主要是知道 那個社區是否安靜 是否情整 是否平線 你已經可以找到一個行業 剛巧我手上有兩個行業 一個在西面 一個在東面 兩個去市中心 它的時間都是半個小時左右 甚至有一個 可能是20分鐘 鬆一點就可以了 兩個的兩項範圍 都是在白鬆點慢這個範圍 當然很大的兩項單位 為一些小的兩項單位便便宜 都是很近商場 配套設施非常完善 而且通常都有不少華人的生活圈子 不如來我們的分享會 大家一齊講一下退休的生活 講一下如何在賣局 預備自己的旅居的日子 同步地我們來看一下留本